嗨大家好我是烏尾 今天來介紹 大雁舞魔方V2M 這個名字的格式好像浴龍啊 好這個盒子好看 這個盒子好看 全黑然後 藍色印刷 就讓我想起早期他最早那顆 太遠 也是有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外盒幹嘛 就這樣 難得看到是用這樣子的靜電袋 好像那個行動電影也會這種袋子嘛 好小顆喔 好可愛喔 然後配件我們來看一下他 螺絲起子 他有附一組彈簧 看一下彈簧是硬的還是 感覺蠻硬的 不知道是不是更硬的彈簧 還有一個袋子 欸 就這樣 沒有附解法 還是我這個已經被拿起來了 真的沒有附解法 怎麼會這樣 欸這我不確定喔 實際我們再看一下 我這哥說他是不是樣品 他沒有附解法在裡面 蠻特別的 因為我都會覺得應該要有 很小顆耶來 給各位看一下齁 他大概多大呢 這是一顆 浴虎 太可愛了吧 我們來看一個邊廠 來 浴虎的邊廠大概是 33mm嘛 好 然後 大眼這一顆的話 邊廠大概到3公分 聽起來好像沒有很多對不對 只是他的高度 我這邊看一下齁 這個是68 然後這個的高度是 大概75 有沒有 這樣 68跟75 差了快1公分 大小 明顯是有很大的差別 來我們看一下他的表面齁 嗯 他的表面處理就 普普 因為感覺 你看像這個邊角這邊 腳塊這邊都有明顯的那個 小距 那個 消下去的那個 不平 那這樣看起來 他有點像是要做 凹面的那種感覺 可是他又沒有到 凹面那麼明顯 就是小小的凹 小小的塔 喔 好輕喔 這顆很輕耶 我們來看一下重量 有磁力還這麼輕 重量是99克 100克左右 很輕喔 因為這顆是150克 又小又輕 如果以內改來講 這應該是第一顆 走這個方向的 產品 很輕 然後很小 欸很滑 很鬆滑 很鬆滑 然後磁力的話 嗯 嗯 算中強喔 可能是因為他彈力很弱 因為很輕嘛 他彈力算弱 然後磁力的感覺就變得比較明顯 對 他這樣子拉開是很鬆滑 我不知道這樣子轉 會不會轉久 他會變得比較垮 說不定 不是 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他真的好鬆喔 哪這麼開耶 這樣會不會很容易掉 喔 喔 哎呀 反而他裡面是 比那個玉虎深的 又再更裡面一點 他這一顆深得很長 好 又小又輕 磁力中強 好 聲音很清脆 很悅耳 不錯 然後表面是有點 不是很平 就是有一點點 微微的內凹這樣 嗯 嗯 我覺得這樣的手感 可能會比較適合 黏性高一點的潤滑 不然他 他會太鬆滑 欸 這會不會轉角 欸會 好吧 這個玩家們注意一下齁 他這個 有轉角的機會 奇怪這邊這麼厲害怎麼會轉角 這個也會 那其實差不多嘛 還不錯耶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 太鬆 太輕 會不會噴快呢 如果你已經有拿過這一顆的話 麻煩你們可以留言跟我講一下好了 我只能告訴你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 他 表面是沒有到很漂亮 你看他像蓋子這邊 也都有那個 那個 那個圓痕 圓形 小水 小水的那個混激 小水 然後微微的一點內凹 不是很平 這樣子 嗯 不過 單轉一兩面那個 相連面的那個手感是 挺不錯的 不過就是因為他 這個 因為我可能比較習慣這樣子吧 就雕刻那種感覺 或是浴湖這樣的感覺 所以像這種表面 就覺得他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推動 比較會滑開這樣 不過他就更小了 可能適合手小的玩家 還不錯 還不錯 假裝我會速解 那那個 玩家在速解 就會什麼時候都擺在桌上 然後在那邊去去去玩 這個小的很可愛 還不錯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這樣子 形狀的 大小的內角出現 蠻好的 好如果以大雁來講 這顆 不錯 評價蠻好的 唉唷 喔這邊還有一個墊片 唉唷 好妙喔 為什麼要加一個墊片 而且還是加在這個地方 這是怕刮嗎 然後這個算是 廠商小秘密喔 不知道為什麼 彈簧 墊片是放在這個頭上面 不是放在下面刮塑膠那裡 附的這個彈簧 出廠的比較軟 他附的是硬一點的 我剛剛講說手感偏軟 那就是他可以讓你再換硬手感的彈簧這樣 還不錯這個有照顧到不同手法的玩家啦 不同喜好的玩家 其實我現在覺得他可能不是小字而已 他這個應該是有要做類似雕刻 可是他又不要做得像雕刻 那麼浮起的那個突邊齁 所以他做得比較淺一點吧 然後再加上大魚文角這樣 所以沒有很明顯的那個突邊的感覺 但是他其實是有一點點這樣子的效果在 好啦 我這行李都還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啊不要問我怎麼剪這一顆 我自己還在談談我 OK我是護衛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